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多謝大家星期五的晚上過來 排隊久不久? 不久,直上不用排的 我很擔心,因為整個書展可能過百萬人 很多朋友說來書展很擔心會否排一小時才能進來 我會很對不起你們,不辛苦進來捧場 所以,幸好你們不用這麼排 今年大會的通道安排都算不錯 我是Celia,其實你們不要進錯場 我是Celian,嗨! 我的Best Friend和她的幾個寶貝女來了 全場在看著你們 好多謝大家,我是Celia 今天很特別,今天的版本邀請了四個 認識了好幾年的朋友 不知道你們記不記得幾一年 最特別的是,我每次見到他們都不見得人 不見得光,因為我們躲在一間房間 今次見光了,因為見了你們 我要再說一次,排名不分先後 阿星 阿星,歐海星 她的名字很特別 英文叫Gas,中文叫劉蓮 劉蓮 還有,今天很好 其實她有點身體抱怨不舒服 但都趕過來幫忙 Tarick 張健豪 還有,一看就知道她不知道 夠不夠十八歲,拿個身份證來 年輕人 Ceno 成二或者成三 每個人有一個咪,你可以拿咪 今天的題目是 今年的書展主題是旅遊 所以這個題目是非常輕鬆 所以在座的朋友完全沒有壓力去聽 你聽聽一下覺得累,可以起身,跳舞 沒有什麼問題 他們就問我有沒有稿 我沒有,free check 所以其實我今天很開心 因為請到四位來 其實他們就是香港電台的旅遊樂園 四位台主持 每一次我們不見得光 就是因為我們都要入錄音室 大家通常都是… 直播室 不是錄音室 直播 我們是Live的 所以如果我即場有空 他們就不聘請我 就會聘請另一個嘉賓 但每一次都是Live 這次就很特別了 這次是呈傷了四位來到現場 我們真的做一個旅遊樂園的… 都是Live的 是的 現場版Live 大家可以看到真人 一會兒你們不是想拿我簽名 想拿他們簽名也可以 OK 那我再說回今天的題目 是我看寫攝影 其實我都會有些不同的分享 想… 嘩,很多朋友趕過來 多謝你們 所以如果一會兒 我們談談一下 你們有些問題想問 例如他們問 會不會Live一下 接著有人在電話 Celia會不會說不到話 你們就開出新聞 你們也是 想到什麼就隨便說了 那我呢 就給你們一點點東西看 那就… 為免大家其實不知道我是誰 那我就大概用一個小時 就30分鐘介紹我自己 就給5分鐘他們說自己的東西 接著就有2分鐘說完我半書 接著就離開了 OK 好 那我看回了 那看到旅遊樂園 其實我在不同的場合會出現的 那譬如香港書展 旅遊展 那在電台 那我和旅遊樂園都很多淵源 有多少淵源呢 一會兒你會看到 不如認識這一層那盞燈 可以嗎 第一層 他們一會兒看照片會漂亮一點 但不要關掉 不然會睡了 是的 你可以加插嘴 當然可以 認不認得這幅在哪裡 我忘記了 忘記了 在直播室 有Ceno 有Taric 有Gassi 有我 早期一點點 是的 早期一點點 早期一點點 就是這麼早期 不如一會兒看了年份 看到樣子不同 對 認識第一層就可以了 因為剛才試過 會看照片漂亮一點的 麻煩你 你真的認識了一點點 OK 試一試 可以 好嗎 OK 大約還沒睡著 覺得想睡著就舉手 我下來撕一撕你的臉珠 OK 好 我會在不同的媒體出現 所以可能大家都會有機會聽過我親身做 分享會 在電台 很多時候跟他們聊 繼續訪問 另外也會在張雜誌 我會有寫書的 要講一講 這本書看到嗎 這本書 剛剛書展出生的 一會兒走 每人要來 你會拿這本書 放下錢 好害怕他們 馬上好害怕 其實我都會 近年來都會多了很多的 另外一些活動 就是和旅遊社的合作 就會帶不同的朋友去外地 我會和他們分享旅遊和攝影 其實在座 我們這五個都是發瘋去旅行的人 都是很喜歡去旅行 是嗎 當然 不然會發瘋 不然會是朋友 對 這是我們共同的語言 你問一下他們一年有多少日是上班 我們很多 我們很勤力 我們真的做自己的假期去旅遊 他們是不會坐下 放假 不會在香港 我上次見阿仙奴去了一年 所以現在就留在香港 因為要還債 沒錯 好 其實我也做過一些特別的攝影展覽 三年前做的三極 很多朋友問我三極是什麼 就是南極、北極圈和西藏高原 然後去年就做了一個跟南美洲有關的 南美四國的展覽 就是阿根廷、智利、秘魯和玻利維亞 我今年出的一本新書 即現在四位嘉賓都拿了一本 其實就是雙天、秘魯和玻利維亞 那我想先看 你幾個是 阿仙奴一定去了 阿仙奴 Taric 未去 阿仙奴去了 Taric 去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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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了四分三 哪四分三 請問 他說雙天 雙天兩個去了一半 雙天去了一個 一個天 是 去了天空之城 未去天空之鏡 對 仙奴呢 我兩個都去過兩次 嘩 真是 買一買看 幸好我兩個都去過兩次 哈哈 打平 打平 琉璃和阿星 我去了一個半 一個半 一個半是因為那時候 天空之鏡 只是看鹽湖 沒有看到天空之鏡 所以就 一個半 我聽前輩說 以前天空之鏡未流行 前輩就是阿海星 前輩就是我地輩 這七八年才知道 流行這個名字 是天空之鏡 是啊 七年八年左右 我想問在座 有沒有人去了天空之鏡 不知道 還有呢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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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書 看了就當去了 可以嗎 當然可以 為何要寫書 就是原因 待會再說 南美 放心 這個就是我去年 攝影展的時候 南美四國 就做了一個很大型的 Opening Party 也很開心 當時就有很多朋友 來看了這個展覽 在座 也有很多朋友 當時有來的 很開心 因為其實 剛才我來之前 莫法局也做了一個 簡短的訪問 問我做寫攝人 和做純粹的文字 就是作家 或者是攝影人 或者攝影師 有什麼分別 一會兒問一下你們的感覺 好了 這裡就是 你們會看到 每年都有一些不同的比賽 這是今年一年一度的 Canon 有一個攝影馬拉蟲 我會做評判 今年10月8日 所以 如果在座的朋友 都喜歡拍照 如果想參與這個 很特別的活動 很鼓勵你們參加 但你不用告訴我 哪個名字 因為我不會加分 因為我們是很公平公正的 所以其實 拍照是一個很特別的過程 讓我們知道 要讓你們看到 其中一個評判 好了 看看 今年就是 旅遊做主題 書展 有九個 很多是前輩級的作者 我很明顯就是其中一個 今年就很開心 所以在這裡 可以邀請他們四位 我想他們四個 應該看過的旅遊典食 都應該是 嵐山那麼多 是嗎 我們是有準備的 嘩 嘩 怎麼說來聽聽 有準備 這麼快出招 不要 我們給你一些驚喜 OK 一人說跟你冤緣 說你跟他冤緣的時候 先說 嘩 OK 是不是我們幼稚園已經認識 那些 那還未 你剛才說認識幾年 我數了 應該不止幾 是雙位數字 嘩 等一下 先去後台說說話 OK 那 我又說說 除了今天這一場之外 我明天還有兩場的 明天下午的兩點半到四點 我會說南美洲 專門說南美雙天的 然後明天就會是七至八 就會在出版社萬里那裡 也會有一個很近距離 不是我在台上 你們坐下 是我們一起站著 沒得坐 去聊天 就會是另外一個分享 所以這兩天的時間都挺好 希望可以多一些朋友去分享到 就是關於去旅行 關於去南美洲的感覺 好了 看回來了 好緊要了 看看這個 私人城旅遊樂園 現場版 剛才說了 剛剛進來的朋友 我又解釋一下 我是Celia 今天很榮幸 邀請了四個 口才好了得的主持 大家都是很瘋的旅遊 今天他們來到 很開心 他們都很辛苦 因為是放工趕過來 要在廣播裡 今天我們就做Live 剛才Tarick說 我們是現場版 看一看 給你們一些年份 看看認不認得自己 看一看 看一看 嘩 嘩 嘩 我呢 不敢說 是找到最早的一張 但是呢 我找到一個 2012年 左上角 那時候應該就是訪問 有我啦 有我啦 那時候就訪問 西藏的廣 是的 我記得 你那個 對 那我又賣一點點廣告 廣告是免費的 廣告就說 你們離開了這間大房之後 如果你們會走書展 在三樓 這個叫四樓 下一層叫三樓 有一個叫文遊四海的 大的展覽區 那就是有我們那九位被邀請的作者 都會在那裏 就是有自己的珍藏的展覽的 那你見到 左上角 2012年 我擺在頭頂那塊木雕刻 那就是在那裏你會見到 那我去了兩次 其實我去了三次的西藏 加上青藏 那是同一個木雕刻的雕刻師 當時他就和我黑了這一塊 那後來去年他就再黑了一塊大的 大那一塊是布達拉公 大一塊見過沒有? 沒見過吧? 沒見過 沒見過 一會兒結束 我們先去看一看 好嗎? 2012年 然後找到另一張是2014 多人 多一個 多一個 打煲胎的人 多了 我告訴你 這堆相片 2014那一張 的前後連續劇 其實有另一張是拿揮春 很明顯是新年 農曆年 大家穿得紅色 對 紅色 拿揮春的 但這個我們就拿了 當時我帶回來的那些 souvenir 我帶什麼呢? 我應該是在 紐西蘭 紐西蘭 就帶了當地的天文攝影師 拍攝的星空月曆 我記得 記得了吧? 記得 大家看我們的樣貌 有沒有不同? 都很漂亮 樓梨的髮型不同了 都可以 大家看到 現在長了 不是啊 樓梨越來越美麗 樓梨現在跑馬拉松 要努力參加馬拉松 厲害 很厲害 私人差不多 頭髮好像很像 紅了 大家看不見 眼試試看不見是紅色的 其實你們 很開心 我去查記些 姐姐都說 這個頭髮很漂亮 我說是可以的 用我介紹的Stylish 給你們認識 然後就 又上個 15年 阿星 又問我 是的 這個你記不記得我們是 訪問哪裏 當然不記得 不記得 有沒有提示 蘭嶼好像是 是的 是的 辣辣魚 沒錯 還有一些航拍的影片 給我們做Mindy 是的 Tricky的航拍 在哪裡 在那裏 是的 這個 我們拍完 因為我們現在做短片 是的 在那間大房 我們拍完之後 是要拍的 是的 大家看到 你用心看 其實有四張照片 特意選四個背景 給你看的 是的 即是說我們每一次上去的時候 做訪問 做Live 我們都會前後試試找一些位置 當時15年 你們已經開始了 就是每一次訪問嘉賓 都會錄一段短片 是的 都很有心 一四、一三都開始 其實這個都應該在拍的 應該在拍的 應該在拍的 不過不是那個Sense 不是那個Sense 都是那個房間 是的 是的 通常他們很好 他們就有些同事 就是拿個機器來 我們就說好多長時間 你看到右下角 就是2017年 最新 今年 那麼呢 南美雙天 是的 厲害 記得 這個好明顯我放假 沒有我在這裡 我就放假了 是的 即是他們四個 通常就是 三個 三個出現 有一個可以放假 是的 所以你看到會有些不同的組合 我先放假面 好 那為什麼呢 通常我放假 那當然是 咦 我放假了 我就跟流連說 找些朋友 是嗎 要找些很穩陣的 說得很好的 放咪 就是完全可以 很有信心說的 那麼第一個 其中一個 就一定是Celia 是的 謝謝你 所以很多時候 這幾次有事 Celia在這裡 我就不在 哈哈 我原來有原因 所以通常會放假找我 當然也要夾到你的旗 因為你的旗很難夾 沒有這樣的事 每次都是幾個月前夾你的 這幾個月 你眼睛那麼大 不是 是難的 因為Celia經常出旅程 你到處去拍照 你到處去旅行 其實真的比較難一點 其實你們一期都很滿足 是 其實你們一期都很滿足 其實你們一期都很滿足 不是 因為這樣說 旅遊樂園是很嚴謹的 去做現場Live版 所以每一次 他們是預先約嘉賓 因為每個星期都只有一集 因為我們是星期六的四至六 四點到六 所以如果星期六 Celia不在香港 我一旦就錄音 好像就少一點 少一點 那就沒辦法 例如想 第二個 排第二 排第二那個 我以後儘量 那些旅程少於七天 少於六天 我們會等你的 不用怕 我們會等你的 謝謝你 還有Celia很好的 如果她說 OK我答應你 那她就直接之前 她已經預備了資料 很漂亮的照片 給我們製作短片 所以我們應該謝謝你 Celia 謝謝你 是不是有禮物送給我 說到這樣 其實我想是 對我來說 每一次上電台做訪問 我也要謝謝你們 我也要謝謝 讀者和聽眾 我們也要謝謝你 我告訴你 為什麼要謝謝 因為呢 每一次要做訪問 是不是要做準備 就是你怎樣也要想一想 是不是 因為這個過程想 我又要選照片給他們 那我又要看回自己的行程 然後我就有很多回憶回來了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重溫 是啊 真的真的 所以寫書也是 我說真的 寫書很辛苦 但是寫書的過程 是你看回照片 你想回跟你同行的人 你想回當時你遇到的天氣 遇到的人 遇到的故事 令你哭的 令你笑的 全部都是利益在目 那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 理程碑 Celia 我想問一下 你的粉絲 有沒有聽到旅遊樂園的 快點舉一下手 因為你們很靜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到我們 有嗎 也好開心一點 先給大家掌聲 謝謝 太棒了 因為我看到大家沒有反應 我以為糟了 我們四個 可以買一買廣告 如果大家真的不知道 我可以講一講 我們是香港電流第一台 記著第一台 第一台 九月二點六至九月四點八 配方星期六的四至六 我們其實都很歡迎大家打電話 因為我們每個星期五點半開始 就是接電話 當然都有禮物送 所以如果大家 我想在座 也有很多人去旅行 可以支持一下Celia 之餘 也支持一下我們節目 很支持你們的 你看到你們都很喜歡 我說真的 我知道台下 有什麼朋友我認識 我知道很多人都喜歡你們 說起喜歡 因為我們通常節目 都會放一些照片 上Facebook Celia拍照 每次都喜歡 真的很多 是啊 一定是前三名 是啊 就是我們這麼多嘉賓裏面的前三名 那三個是否就是加上我們 你四個 不是的 我們那些很低的 我們那些不像你那些那麼高的 不是你專業的 通常也是去一些比較少去的地方 所以大部份的聽眾 可能去不到 但看到你的照片都很開心 當然 還有你在一些專業的角度 拍照又漂亮 你是寫攝人 寫又專業 攝又專業 多謝你 那你的照片一定是 你還要選出來給我們 是 是 是 說真的真的用心去選 是啊 大家也可以 說一下我們 說一下我們 星期六 四點四點六點 聽之外還要看我們 Facebook裡面的Fanpage 旅遊樂園 裡面每一次我們之後 有一個相集 有二十多三下張獎 就是關於那集的節目的相片 我也覺得很精彩 每次我做完節目 我自己都不停看 一些嘉賓的相片 還有Terry 記得有一次 通常我們的相集 就是四點四左右 就開始投資 聽眾會看 我們有一次試過Celia 做節目 然後我們計算一下 其實不用一小時 就已經 哇 已經有很多個讚 好厲害 至少超過 二三百 一定有 所以 是很OK的 總之照片很漂亮 謝謝你們 所以每次留言都說 Celia 可不可以兩星期幾之前 給一堆照片 不用很多 三十張可以了 我們很嚴謹的 不用很多三十張 我會承認給你 一定會選給你 而且你也很快 我記得有一次 約你 好像是日本那次的相片 你那時候是 還是 日本行山那次 對 行山那次 兩個島 屋九島 那次我也是放假的 我知道 其實你也在 你的工作安排 其實真的很有心思 可以事前給我們 我也很感謝你 不要這麼說 我是感謝你出的照片 其實我也是一個 挺負責任的人 我覺得這樣說 如果我答應了對方 因為我覺得你們很認真地做個節目 反過來我也很想 把行程的相片和故事 和有心人分享 這是大家都用心去做好一件事 不是純粹說我工作 你要做個節目 我要給照片你就算 即是你想做一個化學物出來好玩 出來多人欣賞 所以 就算辛苦一點點 我覺得也是值得 好了 我們互相多謝之後 是的 說了一個鐘 說一些內容 因為今天的題目 不好意思 我會做主持人 可以了 Celia成女樂人主持人 你找我們四個來 其實很難得 我們好像四個在一起 很難得的 做節目每次只有三個 今天有四個 你們很好福氣 其實不是我福氣 你們很好福氣 說回來 不如我們說說 我們跟Celia結束 是怎樣結束 什麼時候 我也忘記了 因為這個題目 是Celia成我們 是的 我想四個裏面 是不是阿星最早認識你 阿星最久認識我 一定是 阿惟成 我認識你 我是不是看報紙認識 你問我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但我肯定 都很肯定 應該不是個位數字 年份 應該是有 過十年 即是雙數十年 對 因為我記得剛才去過你的店 哇 你是去過店的年代嗎 有 台下有沒有人知道我開過店 我是一個老闆娘 我知道 我知道 很厲害 我不知道 你說來聽 因為新 你不知道嗎 你最新 我去過的 你先說來聽 因為我記得銅鑼灣的上樓店 裡面有很多Celia 在之前行程裡買回來的紀念品 她就在店裡跟大家分享 可以讓大家選擇她的心頭號 對 我上過一次的 你上過一次嗎 一次 去聽Talk 是不是就是我的店 對 那個位置很好 你的店有開Talk 有 有 我還記得那個Talk 是說伊拉克的 哇 兩個去完一刻 我覺得 哇 那麼厲害 摸上去 就是你的店 你可能是很有心的 就是 星期六還是星期日 有些時間是搞Talk 對 把你的店 撥開便 讓人可以坐在那裡聽 對 摸上去 那個位置很好 我記得在銅鑼灣 可以說 Sogo附近 Sogo對面 我想不知多少錢租 還有一個大窗門 對 因為看到Sogo 對 那些叫做 不是叫唐樓 因為她是走一層樓梯 然後可以搭升降機 是不是叫什麼 叫洋樓 不知道叫什麼樓 總之 我說得出 就證明我去過 是呀 先奴就一臉亡言 沒有啦 因為我最遲認識你 對 應該是Terek第二個認識 可能是你還是我 都差不多 應該差不多 我記得是阿星介紹 Silla給我認識 是訪問 是啊 你看到剛才的照片 2012年左右 只有我張健浩 和樓連主持 是 那時候已經訪問你了 是啊 那 又再說一些話 好了 說到Celia的見證 除了那次 我上去店 聽說 又看一個小店 她去自己旅行的時候 搜索 搜索當地一些 很漂亮的紀念品 手信 就放在這裡寄賣 不是寄賣 可能是賣 都是生意仔 是啊 生意仔 那時候多數是歐洲 對 北歐多 冰島 是啊 是啊 不如開一盞燈 燈光一點 對 幫我開一盞燈 那次之後 那時候我忘記有沒有做節目 我忘記了 不是 旅遊樂園 但之前 那時候我在舞台的時候 叫做讓我們告訴世界 對 我要走天崖 我要走天崖 對 你訪問我做我要走天崖 我要走天崖 我等再做家 我讓我告訴世界 然後我要走天崖 那時候就是 我記得節目裡面跟你聊天 但之前是怎樣認識 我真的不記得是報紙 我也不記得 找到你 應該不是欠你錢 那時候做資料搜集 真的找到很多不同的寫作人 或者去很多不同行程的朋友 那時候就看到Celia的行程很特別 而且也做很多 和旅遊有關的事情 那時候就 不知道是甚麼原因 是不是這個原因 去你的店舖找你 還是怎樣 我忘記了 按電話 那時候就 好了 我又接著了 說了做節目 然後我又怎樣 那時候就未找你做節目 那時候我就準備去秘魯 2011年 準備找秘魯 就會找一些書 資料 除了英文那本 天書之外 LP之外 大家都知道 中文坊間中文真的很少 但是坊間有一本 就是這本 嘩 哈哈 據我所知 到現在 如果全本書寫秘魯 是還未有人寫過的 是的 那我就 即是一本書一個地方 那時候呢 所以我真的有秘密的部電影 好 OK 其實呢 我通常 應該回來看得更多的 是的 因為回來呢 我就要準備 上榴槤的節目 叫做旅遊樂人 那時候我不是主持 我是嘉賓 就是講秘魯之旅 OK 那時候我做了行政 在香港電台 你知道那時候看英文書 全部都是英文的名字 不知道怎麼 啊 很美的 總文書 全部的名字都翻譯了 哈哈 即是我不用想 很好用的 很方便 還有一些特別的名詞 哇 馬上跑跑跑跑的 在想 從中看 哇 Celia寫的東西很詳細 知道很詳盡 那些照片當然很漂亮 那裡面分享的經驗 當然就是 特別是走過Inca Trail 那些東西 都很深刻 我肯定全部沒有一位留意 哇 太感動了 然後呢 這個就是和你見完這本書 那時候我還未找你做節目 即是未約你嘉賓 好了 對我來說 很重要的是 上完這個訪問 我是嘉賓 上了榴槤 和另一位主持 那個叫做旅遊鐘 上了節目做嘉賓 之後呢 沒多久 中生就另有高手 於是電台說 喂 你先上去頂住 然後就代做主持 做一下做一下 變成正主持 一直做到現在 應該是六年 六年 所以呢 秘魯 對我來說 秘魯之旅 對我來說 旅遊節目 或者旅遊生涯 對我來說很重要 秘魯就是Celia這本書 也是對我很重要 很有遠遠 這本書很特別 很特別 眼中無一 我以為呢 這本書是榴槤借給我 怎知道我今天呢 揭回去看 原來阿星 最重要是有親不簽名 原來 原來那時候不知道 有阿星的親不簽名 還是有Celia 所以這本是前妖不清 在我們這堆人裏面 就是這樣 嘩 好厲害 很驚喜 這本書保持得很好 對 所以我今天看到你這本新的 Extend版 即是如果你們呢 有心機儲一些書 即是日後有什麼 那很明顯呢 我摸上新的那本 當然精美很多 摸上手 即是很滑的那些封面 是 那這本也說了幾多年 2009年 2009年 因為我的trip是2008年去的 所以這本書應該是2009年 是的 是 那這本 如果大家還沒買 買新的那本 剛才也問過你 因為九本也斷了眼 為什麼雙封面設計呢 好 借這本書給我 話說呢 我講講一個故事 都是講15分鐘 很快 不是2分鐘 這本書是怎樣誕生呢 其實今年年初我去完南美洲 去完就是秘魯和波麗維亞 回來的第二天 收到貿法局書展的電郵邀請 他就說 Celia 你好 我們今年的年度主題會選擇了旅遊 我們就想邀請你當中其中一位作家 去參與這個一年一度的成事 嘩 如果是我的成事 很開心 然後我說 這麼巧的 在很快的時間裏面 我就跟他們聯絡 然後他們來探望我 他們出來拜訪我 去了工作室 即是我家 然後聊完 很快就聊了 展覽什麼展品 再講一次 在三樓有我的展覽 因為我想說 你們理論上在座的朋友 應該不會無緣無故去我家 所以如果你想看我的珍藏 比較簡單 就是去這裡三樓 可以看免費的 就可以了 珍藏其實包括什麼 珍藏包括遠的南極的 一個 Ernest Sherkerton 打爛過腳的背 連回了 他是一百年前 一個去南極的冒險家 一百年前 他的船冰封的時候 他帶著整隊人 經歷了一年半 最後他去了暴瓶站求生 回家鄉 他的故事是很多 management 或者是一些leadership 去教的一個 很好的例子 近的去到有 百川鄉的 非登娃娃 剛才你說屋九島 走來回十個小時 去成文慘 那個木板的證書 另外就有 南美洲的羊駝 也會有 也會有 挺特別的 有秘魯的整副棋 是國際象棋 就是人家人打西班牙人 這個很棒 我都很精彩 是啊 你一會兒可以下去看 還有有復活島 改一個Mommy象 但我有一個象 大概是七八寸高 但它不是石造的 它是沙造的 將沙壓得很實 變成石象 大家想像 如果你大力點 扔落地下 會爛 那我當然是保護大家 在那裡都會看到 哇 很精彩 這本書 就是在當 麥法國找完我之後 我很快就找我的出版社 我有個構思 就是想寫 南美雙天 到封面那一刻 就圍蘭了 究竟 怎樣呢 哪一個天呢 封面要天成 還是封底要天鏡呢 然後對於攝影的人來說 相片的執著都挺嚴厲的 我想了很久 那我的編輯 突然有一天 就跟我說 有個很好的提議 她說 Celia 不如我們考慮做雙封面 那我又怎樣雙封面 原來她就說 好像我們女生 小時候很多都玩過 穿衣 和公仔 知不知道穿衣 那就是我把咪給你看 摺下去 其實就是這樣 如果你們手上有 多謝阿星 那你發覺呢 其實這樣就是雙封面 就是說你拿開了這件衣服之後 你反轉它 摺做外套 你就可以選擇 究竟是要天空之城做封面 還是天空之鏡做封面 是的 那這個做法呢 都是比較少有的 在香港比較少見到書 因為 原因是你要兩邊都印 印完 還要去包裝的時候 他故意是兩邊 究竟是哪一個包著一盆書 那所以就出現了雙封面 那我要再介紹一次 因為很多朋友呢 就問我買兩本 因為他想著一本要天空之城 一本要天空之鏡 當然我是不會反對的 我歡迎你買兩本 但這裡我要解釋一下 所以這個構思 都是很感謝我的編輯 還有印了出來 你們也可以說一下感覺 因為他們都是 剛剛來到才看到這本書 喂 設計界 你說一下Cino 不要說話 Cino說一下 Cino說一下 很精美 一摸上手 還有我想 如果你不說 我想喜歡的人 就會買兩本 是啊 我剛才也不知道 你說過才知道 原來這是陰謀 而且很特別是 因為這不是雙封面 簡單 只是跨業的封面 是啊 其實有時候很難拿到那一邊 有兩張都拿到不錯 很難為難 因為拿得不好 變成好像在中間 剛剛就在書籍那裡 但是你除了一個封面之外 一半來看都是一個封面 對 拉長葉也是一個封面 對 一半也是封面 這真是很精心的設計 是啊 甚至我把封面 想過 如果我想天空之城 和天空之鏡都出現 我是不是要上面一個城 下面一個鏡 但是你把照片拉扁了 你又會剪掉 就像以前那樣 就是黏在一起 是啊 就是這些好像 不夠型 不夠色 是啊 是啊 那我們要 我們要 有辦法 這也是十年前 八年前 九年前 是啊 但是一個經典來的 正如Terry說 這個對他對我 都是一個很特別的利程碑 你問我 其實今天我一會兒會說 一些地方我去過 都很值得去 跟大家分享 每一個攝影人 或者旅遊人 都有一些地方 是 去了哪裡 是特別有些原因 包括南極 剛才說過 在明日四海也會有個杯 在座應該是Terry去了南極 我去了北極 你去了北極 你去了南極 可以說 去南極 就是我其中一個 我的Mountstone都很喜歡 這幅 又要說 這幅是一幅海報 在書展之前 從來沒有曝光 沒有曝光 所以如果一會兒 你們完了 假如你們不是馬上趕走 或者你真的 另外一天會來 我真的很推薦 你們去三樓 文日四海 去我的展區 為甚麼呢 剛才我提過 南極冒險家 Earne Shackleton 是 這就是他當時的船隊 後面一艘船就是 Endurance 堅引豪 早前 做技招的時候 TB也有介紹過這件事 你會見到 其實相片為甚麼特別呢 這張相片不是說 有甚麼漂亮的模特兒 不是甚麼打光 不是甚麼擺拍 他擺拍 他擺拍拍了一張團體照片 但他意義很大 一百年前 沒有Facebook 沒有Twitter 沒有IG 沒有GPS 是靠地圖指南針 但當時因為這艘船要冰封 Sindor很知道這個故事 因為我覺得Shackleton很厲害 即是 他去南極的團 他通常都會介紹 以前他還沒去之前 南極通常都會看動物 或是看一些生態 但其實是很多歷史看的 反而如果你去到那些團 你會認識Shackleton 但如果你問 誰第一個征服南極點 可能未必會說得出來 即是Amazon 他都會知道 但你經常聽很多故事 都是關於Shackleton 因為就是一個神奇的人物 很傳奇 簡單說的故事 剛才也有說過 他是要用行動和信念 令這群人不要灰心 因為灰心就死了 當時他們要求生 沒有了船 沒有船 沒有飛機 是等死的 但他跟他們說 不要放棄 不要放棄 一直去找 去等 又不知道捱多久 捱到一年半之後 才可以求救到 他只是答應他們 我一定會帶你回家 那時候 我不知道是Sino 那時候我每一次看 他有播放 他在英國有拍這部劇 因為Ernest是英國人 他每一次我們在船程當中 他就會播回故事 可能女生感性一點 我一看會哭 我不知道你當時有沒有 還是笑 我沒有看過那部劇 因為那時候我去南極 除了南極之外 另外還去South Georgia South Georgia 那時候Shackleton 去求救的島 其實南極半島是很遠的 是的 譬如我們坐那些科研船 基本上都要兩天 很遠 所以你想想 當時他們在南極的時候 被冰封 架船有問題 他要做一個很小的艇 要一站慢慢刮過去 是刮很多天 很辛苦 很辛苦 很難 是的 然後他還要去南極的島 他去了南極的島 他要跨過整個島 因為South Georgia 的地理 就是 他中間全部都是 Glacier 是 所以他要跨過Glacier 因為已經很累了 他走了五天 才去到另一邊 才發現有人 因為他也不知道那邊有沒有人 是的 也不知道 我在去的時候 我有走到那條路 現在走就很容易 而且我們現在走會夏天 我們去南極 是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2月 其餘時間 南極都是冰封的 除了企鵝和一些很強勁的生態之外 他們很厲害 但人類是 除了科研人員 基本上我們普通人 是不會在其他日子去 但是你想想 他們當時是要在那裡熬年伴和 還不知道熬不熬得到 自己生存回到家裡那一天 其實是一個很堅強的意志力 和體能去戰勝所有 就是害怕 灰心的 我覺得是那個驚人 就是那個毅力 是的 那這一張就是我在南極 很無意中 就看到 因為他有 我忘了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就是一間很小的商店 好笑的 每一次有船 那個油局 和手信店就會開 應該是 Polaroid 應該是 Polaroid 那麼我們就可以進去去選 他不是買些什麼 即是 他真的賣一些 很特別的 這一張就是當時 整隊船員 臨離開一隻船 攝影師幫他拍的一張照片 Celia 你也很細心選擇這些 Sylenia 其實我真的去到那間店 我只寄了Polskarte 我便離開 就是走走走走走走走 當然他也是一個餐廳 你會看他當時的船員生活 是的 所以他是捨攝人 我就去遊客 不是 不是 不過是 是的 我都承認是會細心一點 即是我會觸碰一些 這些故事 那時候我是很記得 我買一張海報 現在我是放大了 給你們看 是不是 其實整張海報 在三樓 他們發覺幫我表起了 有全隊船員的簽名 包括 你看到下面 我就切到Ernest Sherkerton 有了他的簽名 那我就把這張海報 當時買了 我還記得他 我怎樣記回來 因為我跟著去阿根廷 還有一個多月 他就有一個 好像賣畫的那些卷筒 把整張海報 捲了進去 然後我寄回來 很幸運 就順利寄回香港 這就是海報和一隻杯 所以 當時我覺得這張相片 給我的感覺 就是攝影的魅力 和魔力 其中就是 將一些很難忘的時刻 拍下了 然後可以將來 跟很多人分享 就是這件事是 你之後 你用錢都買不回來 就是想是買不回來的 我想 我覺得那件事 你覺得是不是 就是探索的時刻 就是探索的時刻 就是你的心態 你的年紀 你的環境 你的天氣 你遇到的人 全部都是不同的 就算你去回同一間麵店 你可能三年前去吃 三年後去吃 他轉了師傅 你已經覺得味道不同了 就是永遠都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相片 其中一個 為什麼我會做寫攝影師 就是 因為相片 我覺得有一個 很神奇的魔法 給我們 那我就看看 那除了 剛才那張很震撼 在南極 我發覺 我開始喜歡了拍生態 我喜歡拍生態 我就用了拍人的感覺 就是拍人 人和人之間的親密程度 譬如媽媽和寶寶 譬如是 這樣 Kiss 也有一些 當然也有一些震撼 我現在就沒有放的 有些就是 例如 那些賊鉤 去探索一點 真是殺了那些海鷗 那些企鵝BB 真是 扯了那些肉出來 那些血液滴出來 因為有小朋友 沒有兒童不兒 那 Cino呢 Cino去 南極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很震撼的 有有 因為其實都要選對季節 我去的時候 一月就是聖夏 是 最巧 因為一月的時候 很多企鵝 他們就會去到他們的棲息地 去生蛋 和敷蛋 所以那時候最多 就是看到親子的交流 是 剛才Celia說 你見到他們 譬如他們敷蛋的時候 譬如Gentle 他們會搶石仔 是 是 他們會吵架 然後到處去 不是 他們是偷人的石 是的 我偷你的石 去建我的房子 會這樣的 原來動物世界都有些很有趣的交流 他們的語言 不是我們的語言 但是我們看到他們在做一件事 我們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很好笑 所以我想如果真的去到 因為是一個很適合的季節 你就看了很多他們不同的對話 挺令人反思的 是啊 是啊 我記得有一個故事 就是我在南極的時候 有一次有個賊毆 就去擔 就是搶走了一隻企鵝寶寶 直接搶走 就飛去一個地方 就是他死了 那當時有個外國的遊客 他就過去想嚇走這隻賊毆 就是兇他 但是我們 因為每一隻船上岸 我們會有一隊crew 那隊crew是一些professor 還有一些專業的人士 也是一些生態學家 生態學家 他們就學指了這些流人 他們就說我們來到 應該是一個observer 一個觀察者 就不可以干擾他們 大自然生態的規律 那我也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反思 那鮮龍有沒有遇過 有有有 我就幸運一點 我看到就是 反而是一隻企鵝和那隻賊毆 大家對著 是大家出去 那他不停叫 是 就嚇走一隻賊毆 是是是 因為其實他真的會吃一些 未必是小隻 因為其實很多企鵝都很小隻 是 即使你說是小BB那些 其實BB去到某個階段 已經跟成人的尺寸相差 是是是是 所以他們會目標所有企鵝 不只是BB那些 是是是 我也覺得去大自然世界 無論是南極 甚至後來我去過東非影大千載 我都覺得有這些震撼 即是你會想 人的世界 就多很多計算的東西 多很多不同的感情 但是動物的世界很直接的 我要求生 我要吃東西 我就一定找東西吃的了 無論你覺得很可愛的企鵝 還是你覺得它是很討厭的拆毆 但是它都要繼承 即是它都要傳宗接代 那麼它就要想辦法去找它的食物 這件事跟人類世界都挺不同 所以我當時去南極 都看到很多 包括這些 這一張通常我以前 做這個分享的時候 我就會問問大家 你有多少人可以不屈 不屈膝頭 然後把頭碰到腳尖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即是這樣 哈哈哈哈 即是有沒有柔軟的身軀 可以做到這個動作 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試試看 即是做瑜伽那些 即是做瑜伽那些 對呀 因為有沒有一些瑜伽高手 男生我覺得比較難 女生通常柔軟的 是不是Gassie 真的 Gassie Gassie 練了十年才 真的要 即是我覺得這個企鵝很厲害 小朋友可能可以 小朋友是 小朋友是不是可以 知道我說什麼 膝蓋不屈 然後把頭碰到下去 你不要說 立即做給你看 哈哈 我覺得影企鵝也是一個 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 Mile Stone 因為你會發覺 譬如右邊那個 就是我之前那本 相集的封面 我覺得我是把 好像夫婦的感覺 我拍了出來 其實我拍的過程 我不是當是企鵝 我當作是人 我不知道其他的 攝影師怎麼看 我本來不是一個 身體攝影師 但當我拍這些動物的時候 我發覺我用了這個感覺 但我也有些 Handicap 我就不拍一些很小隻 你知道什麼叫很小隻嗎 即是 如果你是一隻 呃 什麼 膝蓋 如果你是一隻 烏鷹 我把你的眼睛放大三千倍 那我就不行 你覺得很噁心 不是 我覺得我跟牠交流不了 即我看著牠的眼睛 我拍 我記得我曾經經過一隻 就是一些西牛 是不是西牛呢 還是水牛 水牛 水牛 剛剛我的車經過的時候 有朋友知道 我的車經過的時候 假如仙奴就是一隻水牛 我鏡頭在拍你 牠知道的 你知道你的眼睛看著我 還有你的嘴巴 抹大了你的舌頭 是咬的 撿草 還有呢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我想說後話就是 你的舌頭很厚 很多離胎 為什麼那些人喜歡吃牛舌呢 你就會明白牛舌的口徹 我也想說一個小故事 我當時在南極 我記得我那次穿的一件蜂褲 是橙色的 後面就是灰色的 灰黑色 其實很像軟體 好像這隻 根本就像牠 我就在那些企鱷堆 這些是皇帝企鑽 有一隻跟著我 我真的以為我是企鵝 因為我頭上還要 抹著牠 抹著牠 我是黑色褲 這裡是白色有少少少 黃色 牠真的跟著我 然後牠跟著到怎樣 牠真的要咬我 要你搞我 那你怎樣 根據南極的規定 我們就知道 不要碰牠 你是不能碰牠的 距離不知己多 不過牠可以碰你 例如牠近你身邊 牠會叮你的鞋子 喝牠叮 但你不能推牠 或者摸牠 都不行的 我拒絕了牠的愛 我不能跟牠有這樣的交流 你怎樣拒絕牠 你不要吧 我跟你不可能 走開 我帶牠去一些多一些 其他地方去選擇 那牠就不搞我 挺好的 你有沒有找人幫你錄下這個過程 沒有沒有 太過分了 所以如果大家去南極 都穿得比較 不要那麼刺激我 穿得刺激我才多這些玩 我想讓牠們玩 我告訴你 我當時去 因為我這樣說 我全船人 其他的teammates 他們就穿 我們叫Parker 他的船有件很厚的 可以擋風裡面 可以擋雨的衣服 我穿了自己的運動外套 是粉紅色的 他們一些是黃白色的 你可以想像 全部是黃白色 中間有一隻是粉紅色 粉紅色 我開始就被人叫Ping Penguin 粉紅色的企鵝 我去到哪裏呢 還有企鵝 可能牠看到全部都是黃白色 看到有一隻有些不同 那牠又會跟著你 因為牠不知道你什麼 牠不知道什麼叫人 牠覺得很可愛 有舊東西 前面有不同顏色 顏色很 eye-catching 所以我都很好笑 但我再說水牛故事 我看到後撤了 拍完照片 我車過去了 另一輛車的朋友到了 他也拍到水牛 然後我們晚上相遇 看照片 他說 我剛才拍了水牛 牠的眼睛好像有事 牠一隻眼睛開不了 牠不知道是否有一隻眼睛 但是牠在吃草 我說不是 我走過都在拍同一隻水牛的嘴巴 然後他說 為什麼你拍到水牛 兩隻眼睛都開的 哈哈 原來牠這麼巧 不知道是否曬 還是什麼 牠走過拍的時候 水牛就這樣 就是這樣 然後牠就拍了單眼 我就造就了好像兩隻 兩隻的水牛 所以我會覺得 為什麼拍一些大的動物 有一個很可愛的地方 有朋友來到東非 給你一個提示 就是 就是 我覺得有眼神交流 終然牠不是人 你不是水牛 但是你們都在那刻溝通 是啊 是啊 Taric 你有沒有跟北極熊溝通過 你去北極 有啊 有啊 怎樣啊 怎樣啊 想想一下 突然間 彈去北極 剛才聽到入神 聽到企鵝 因為企鵝還沒有去看 那麼北極熊那次 哇厲害 我看到五隻 嘩 五隻啊 其中一次是三 一家三口 另外兩隻分別是單丁 是 那麼就 最近的呢 我們在考察船那裡 考察船那裡 那些船長很聰明 遠遠知道牠就很靜 很靜地洗過去 那麼北極熊就站在浮冰上面 在浮冰上面 那牠就關掉了那些摩托 那些 完全沒有聲音 對啦 完全沒有聲音 牠就好像移到那樣 其實每個人都想去看 是 或者拍照 一直近近近近近 近到呢 船長碰到那一塊浮冰 哇 浮冰上面有一隻大的北極熊 你想想多近 即是我們 船上的人 就好像 好興奮 但又不敢喊 即是只能容然指著 十多尺 但是我們高 牠一定跳不到上來 是 所以 又不能喊出聲 不可以 完全很靜 但完全沒有聲音 只是 那個拍照 聽到的聲音就是 有些 失打的聲 還有一些風聲 失打的聲 電台就是這樣 看著一隻 北極熊呢 我們看著一隻 北極熊呢 我們看著一隻 北極熊呢 拖了那隻海豹上來 就在那塊冰上面 開餐 哇 擔住那隻海豹 我們想想 哇 那時候人呢 毛桿都動了 但又拍照 又不能出聲 我聽到一隻 就是有些風聲 很多失打的聲 但你遇到已經很難得了 很難得 很難得 很精彩 所以到現在我就是 好像電影一樣 雙鴨說出來 直到呢 直到那隻船 碰到那個 那個冰 它真的有聲 真的有聲了 他看著一隻 看到我們了 然後就擔心他的海豹 走 下海 喔 很精彩啊 很厲害 看到一下 所以其實影像是很特別的 因為我們人有記憶 所以我們一說一些話 你就會記得一些記憶 是很特別的 當然照片也有 那照片沒有你這麼漂亮 不是,不要這樣 我覺得旅遊的魅力和神奇的地方就是這樣 帶我們去和我們生活的地方是完全不同 我們生活在香港,很簡單地走出去 有丁丁、車輛、巴士、地鐵 去吃東西,去茶記、餐廳、茶樓都可以 但當我們去到這麼遠的地方 剛才說去南極也好,去到北極也好 或是我們去到台灣、韓國、菲律賓 全部都是跟我們平時生活在很不同的地方 甚至西藏等 這些回憶,如果你用心感受 是回來會跟隨你一輩子的 那些回憶不會有人搶走的 不會有人給錢買走了 你就會空閉了,不是拍電影 所以我覺得去旅遊很重要的就是 不要純粹是走馬漢花 我不知道在座覺得怎樣 我覺得是真的要用心去感覺 是的 尤其是我們想去深入一點 通常都會多看一些 就不是說吃、玩、賣 吃、玩、賣 我想你聽這些在座 這些觀眾都有心 都是想去深入一點的旅遊 看多一些 例如剛才那些地方 看多一些動物 了解多一些生態 例如南美 研究多一些文化 古蹟 印加 很多 即是一些很特別的文化 和歷史故事 之前我們可以做多一些功課 就會看他們的生活 我覺得很好玩 即是你去了解的地方 好像剛才所說的 你去完旅遊回來 你再看一些資料 你去之前可能是空白的 但是去完回來 再看一些資料 你就會知道 好像剛才所說 譬如我寫南美洲 我會想到 印加民族是甚麼來的 為何那麼吸引 為何那麼神奇 又說甚麼有外星人 甚麼那麼估計 那麼多那麼有趣的東西 Gassie 你覺得 其實旅行 你覺得最 對你來說 目前你覺得最吸引 即是哪些點子 你會覺得 所以你經常想 去發掘一些不同的地方 因為有人做節目 就是 雖然如果在座 即是南馬南極 我沒有去過 北極也沒有去過 那可能我跟在座的 即是來聽你的講座的朋友 都一樣 就是說 究竟這個地方 即是有些甚麼可以發掘呢 雖然我未去 但好像跟你去過一次 然後回來 如果我自己再去的 我會不會又可以找到 其他特別有趣的地方呢 那這個就是 旅遊的吸引所在 可能Terry 去完 這個北極 就見到北極熊 可能我下次去到 我真的一隻都見不到 真的不知道 每個人都不一樣 所以我的故事都不一樣 是的 然後又問問你們 說到 甚麼是寫攝人 其實剛才都透露了一些玄機 但可以說一下第二點 你們覺得 你們覺得 如果要做寫攝人 你說 我想問 寫攝人 是否司令你自己發明的 又要問這個問題 剛才訪問也問 不是啊 我忘了是哪一個位置 但我記得我是看過 我不知道 在無意中 我在外國 看過 有一個職業 但不多的 我見過有人 來自英文 是photo writer 哦 所以我中文 譯回來 譯回來 譯做寫攝人 我最記得 在早期去旅遊樂園 做訪問 當時 因為香港 連這個字都沒有人說過 因為沒有人用過 當時 做訪問的時候 劉鑾跟我說 她說 我怕就這樣說 寫攝人 不知道你是什麼身份 攝石人 變成 當時很流行 攝石人 攝毀那些 後來 她說 要解釋一下 我是一個攝影師 和一個作家 即是共同身份 但是經過幾年之後 現在 就真的多了很多人知道 而且好像 好像 行內都是只有我一個 用這個身份 是啊 那時候 也挺 標誌 是的 所以我以為 你是你發明的 中文 中文就是 中文 因為英文 我看過英文字 是Photowriter 我中文就說了這個 不知道台灣 有沒有人用這個 term 有沒有檢查過 好像沒有 在座的人有沒有見過 除了私人之外 用這個 形容自己的 沒有 好像比較少 這麼厲害 不是 現在他們簡單一點 免得叫我私人算 是 最簡單 那你覺得呢 現在我在做工作 你覺得有些什麼 或者在座 可能有些人想做的 你覺得什麼性格 或者 你覺得有什麼條件 你們認為呢 可以適合做呢 Ceno呢 Ceno說 Ceno說 我覺得很有好記心 反而是 即是很八卦 是八卦的 其實你去旅行 通常喜歡去旅行 都八卦的 都八卦的 我覺得 喜歡東炒炒 西炒炒 是 就未必會跟大老地方去找 是 是 因為旅行其實 都挺個人的 會是 有些人可能會 你去哪裏 去哪裏 我覺得又 一來就不用比較 所以 如果你是一個 即是你說什麼條件 你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而因為你喜歡的東西 你更加多鑽研 我覺得這個可能 你要很認識自己 做這個寫攝影 你看你這樣 不是 他想提醒我 繼續繼續 OK 那你們呢 說了一句 寫攝影很明顯 其實兩個職業 或者兩個身份 合在一起 應該是寫作作家 應該是攝影師 那Ceno是兩個具備 我覺得寫的東西 筆好 即是手好 即是手寫我心 或者寫我的腦 而攝影就是靠你眼 它是眼表達你的腦 想看到的東西 嗯 所以手和眼都要靈 但什麼控制的手和眼呢 就是腦 所以呢 做一個好的寫事文 一定是 腦、眼、手都配合 謝謝你 我應該會推遲 有女人癡癌症這個症狀 哈哈 因為不斷地用這個 是啊 幾樣東西 都是 幾樣東西要多配合 體力也挺需要的 因為我看到Celia 那些衣服很厲害 也是 即是去拍東飛的照片 如果大家看到Celia 那枝炮呢 我覺得不是一般人可以 可以維持這麼久 兩兩尺長 坦白說 我告訴你 好笑 很多時候工作的時候 朋友會問我 拿照片拍照 那枝大炮 坐在Jip那張照片 基本上都是 藝大谷現在出現那張 是啊 基本上大家都很認得 雖然通常有人 在Next那部問 你有沒有大頭一點 我可不可以看見你的樣子呢 因為那個大炮 就是看不到他的樣子 就是看見人的身體 坐在那裡拿著炮 但因為那張照片 實在太適合了 所以我很喜歡 那麼 你們呢 覺得有些什麼 我想說一下 這個是正面的 我覺得能夠做到一個寫攝人 很正經的 可能他是有多重性格 或者可能是精神分裂的才行 哈哈哈哈 當然 你想想我寫作的時候 我要躲起來 我要想 就是我寫我的故事 但我攝影 你又會很細心 很留意一些角度 又要出去 即是說 時而就要躲起來 收起來 時而就會很活潑 那還不是精神分裂 哈哈 被你發現了 哈哈 這是秘密來的 其實 阿星呢 現在都不再是秘密了 現在不是秘密 但被你們知道了 對於我來說 我想其中一個條件 或者性格 就是你要喜歡跟人溝通 是 即是你去到外地 你會跟當地的人溝通 是 或者你跟他們在拍照 你都會跟動物去溝通 嗯 那這個很重要 即是你有一個交流 你才會有一個感覺 在那裡 還有到你完成了你的旅程之後 你會再很樂意跟別人分享 你所看到的東西 是 你所感受到的東西 其實這個溝通 是很相向的 那你在當地又有 那回到香港 或者回到現在這個地方的話 那都會繼續跟別人 繼續說回你的行程 是 讓多些人知道 當地是有什麼一回事 那你的感受是怎樣 那這個很重要 是啊是啊 其實你四個講的都對的 我的確是雙重性格 和精神分裂 和很好奇心 和都是要 體力也好 是的 是的 手、眼、腦、心、手 一起用 那麼 和專業團分享 那這個都真的 因為我覺得 有些朋友 是喜歡做自己的事 很努力做好自己的事 但我很喜歡說話 那我有另一個別號 就是 療仔步 那如果我去到一個地方 我不認識你 我可以有把握三十秒 跟你說話 沒有難度的 對我來說 我想你們可能十秒 那 題外話 我們先停 因為我知道 未完的 那 如果 適合作用來的朋友 如果你對南美 《雙天夢遊》 這本書 是有興趣的 那我們在門口 門口有一個counter 是可以買 那待會我完 我問了 下一場沒有 沒有下一場 所以我們可以 可以 我們押足 有一個時間表 所以一會兒我們可以 在這裡簽名 如果有朋友 想加單 也歡迎你出去買 那我們可以繼續 所以 我也覺得 其實做寫視頻辛苦 因為 體力 又需要 又要雙重性格 又要精神分裂 都挺難的 所以 其實我全身很多傷患 因為 你背重的 還有你上海 但是 也有一句 因為你喜歡 還有也是你講的 一句 再不是一個人的事 我是很喜歡 跟很多人分享 還有 我覺得 喜歡旅遊的人 看的天空是寬一點的 某程度上 你回來 有時候很多很瑣碎 一些 不是很開心的事 你容易豁打 一些 扔走 扔了去 你就留下開心 在那裡 我覺得這個態度 其實 會影響我們旁邊的人 所以 譬如我的朋友 粉絲 讀者 或者是一些 本來不認識的人 但是 他會給你的態度 或者慢慢感染到他 我相信 你在座四位都是 你都很喜歡旅遊的人 都是很正面去看 人生 所以 經過旅遊 反而令到我們看的事物 是軟了闊了 我們只是媒介不同 我們透過聲音 空氣 或者一些 是的 就是社交平台 是的 或者透過書 照片 是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是朋友 可以坐下分享 好,繼續 這裡快一點去講講 講了南極 又講講北極光 北極光是我另外一個階段 就是 在攝影和在看天地之間 因為我發覺 原來是有很多東西 不是我們掌紅 包括 天變成怎樣 在 譬如看北極光 很多朋友都 夢寐以求想去 去不同的地方去尋找 去等 去找去拍 但是 不是每個人都遇到 也都不是一定每一次遇到 等於剛才 Taric說 看到北極紅 真的不是可以 有很多人遇到這樣的機遇 沒有人知道的 也都不關事 男女女友 不關事 你有沒有錢 這個我覺得 真的是緣分 如果遇到的時候 就要很珍惜 現在是不是太光亮了 可不可以 山暗一點 一個位置 可不可以 山暗一點點燈 好 那我們繼續 這個是我當時很喜歡的 其中一幅 可能有些朋友 跟開我都知道 我叫他做彩虹仙子 就像一個天使 頭向上 對 少許就可以了 謝謝 那就好像弱起 好像是在這裡 謝謝 他就是弱起 好像一個長裙 感覺是挺 很舒服 很豐富 這些都是 在影筆極光的過程 我都發覺是 很 一期一會 很難能可貴的 不是一定被你遇到 所以我每一次遇到 都很珍惜 在座 有哪一位曾經見過 先途已經見過 很喜歡 有啊 Taric 真的叫彩素 真的彩素 真的彩素 我曾經聽過 有人去十天 說十天都看不到 是啊 是啊 我幸好 他那次都看得到 一半 譬如十天內 五天都看得到 都相當好 在隔壁蘭 冰島和隔壁蘭 都看得到 都很難得 其實這些可以不何求 先途呢 我也是 我那次去挪威和瑞典 我想六天 我有四天看到 我覺得秋天去幾好 很多人都說 你冬天去吧 冬天去夠冬 看北翼光會比較好 但是我的經驗應該是秋天 秋天好一點 天空會比較清 也沒有那麼多機會下雪 所以反應機會比較大 秋天有個好處 如果你是湖尾結冰 像這些 你就會看到 有反光 有倒影 即是有些其他的景 除了閉光之外 是啊 是啊 我都看見 九月、十月 那是好時間 因為很多人覺得 如果我冬天去 好像什麼都玩到 香港人就少見雪 好像比較划算 都可以 但其實我覺得秋天 其實香港也沒有秋色 秋天是漂亮的 你去到歐洲 其實秋色很漂亮 而且秋天很長 是啊 變成你 反過來看不到北極光 就是看秋色 是啊 所以我在看北極光的過程 和拍北極光的過程 我就學懂了 也提醒了自己 就是 望天打掛 就是說你真的看天做人 你不要去埋怨或強求 如果天給了一個什麼風景 你看到 你就珍惜很好的把握 用眼睛去看也好 拍照也好 珍惜你遇到的景點 沒有人知道 琉璃想著什麼時候看 因為我之前試過有一次 是三月來的 不過都不是適當的時間 去過芬蘭 是的 頭三天就下雨了 好了 還有三天了 第四天就說 可能有機會的 是 都看不到 好了 然後再過一天 都是沒有的 都是望了 整晚都是沒有的 所以變成諷刺地 有一天會經過 他有一個科學館 在裡面看了一段短片 就當作看了 看了 哈哈 那在座也看過了 那照片也看過了 沒辦法 沒辦法 對 阿昇 就是看了 哈哈 你這樣講 其實我也覺得 真的 真的 我覺得 用照片展現 筆的光是比較漂亮的 是嗎 如果看過的人知道 其實 肉眼看是沒有照片那麼漂亮的 因為照片可以曝光 對 曝光耐久 曝光耐久 就把跳舞的變化都拍出來 這個是不同的 所以 如果在座 無論是看了 或是有計劃 將來想看筆的光 的朋友都是 首先你真的要先平常深 我不是哄你 因為就算我們自己在座 每一位 即是我們都去開旅行 但我們去看這些 特別的大自然風光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是 坦剔都是要等的 耐心去等 看看能不能遇到 不怕 留年下次跟我去 通常跟我去看 不過看照片會看 看哪個人的照片 哈哈 一般人 如果給我 我用我的相機拍 應該效果和 阿思妮相差很遠 不是 一般相機真的很難拍 畢易光真的要 真的要試過 而且你要知道設定才行 不是一般手機 你下次去之前問我 我給你一些設定 說你很快 我想借相機 我想借相機 人才可以 人才可以 人才會拍到 不是 你會拍到的 說笑而已 所以 有人說 看到北極光 是人生中的一種 複份 所以我也希望 今天擺北極光的部分 因為我都想在座 都有這種複份 跟我們一樣 可以感覺到幸福 是啊 那我們可以繼續 好啊 這也是北極光 你會看到是用一些 超級魚眼鏡 有些魚眼鏡 可以拿到很闊 其實我覺得北極光真的 真的 你看到大自然的神奇 是啊 真的神奇 就是你會是 嘩 就是這樣 我真的有這個反應 真的會覺得 那時候你會覺得 我不知道阿仙奴會不會覺得 我覺得 天闊到 你用什麼鏡頭 你都拍不完 其實我覺得 照片 就是看照片的 北極光 是真的沒有真正那麼美 雖然 人們說真正是沒有那麼光 但是那種震撼 你是形容不了 我當時也想著 為何看上去好像 為何要看照片都漂亮 為何要去現場看 是因為我想其中一個就是 你遇到的緣分 你很興奮 你覺得這些東西 不是你說去到就有 是啊 不是show time 到時候開幕 其他景點可能 去到也會有 不是榮在香港 所以你已經覺得自己很幸運 第一件事 你覺得很幸運 如果它還不斷 你會看到一些動物 或者有不同顏色 你會更加很開心 是啊 不只是拍照那麼簡單 沒錯 整個氣氛 令你覺得 如果一輩子 可以再有幾次看北極光 是啊 你覺得每一次 你都知道每一次都是 都是不同的 每一晚每一小時 每一分鐘都不同 是的 所以拍筆的光 是會上癮的 當然會 看筆的光 也是會上癮的 我沒有騙你們的 你不相信 你再看一次就知道 你又計劃了下一次 是啊 我11月會去冰島 還有我這次是會大團的 所以如果在座 有朋友想去冰島 未去過 又想跟我去拍北極光 我每次都看到 所以你們可以 我說真的 我真的去這麼多次都看到 是啊 我九月到尾 我九月尾都去冰島 是嗎? 你去哪裡啊? 去冰島 是啊 你先去我 但是九月是秋天 九月開始有了 九月中當然沒有 是啊 那你去完回來 我聽你 給你一些貼士 好啊 多謝你啊 我今年三月退完 你再問阿斯利亞 拿貼士吧 當然要 不不不 好像阿仙奴所說 秋天和冬天看的東西不同 是的 那我這次冬天去 就會入冰島 會去Gracia 即是冰村 秋天 風光去後變 開始秋色 又有些枯草 會漂亮很多 會自己加油嗎? 嗯 會不會自己駕車 會但我不會駕車 有人會駕 非常好 需要有人駕 去冰島 一定要駕車 還有不要自己駕 因為很危險 因為它的風速 是可以很大 很大 所以要很小心 所以你贊成是租車嗎? 我贊成會是找司機 即是租司機 是的 因為是貴的 但是為什麼我回答你 我有朋友 他是自己駕駛 嘗試 第一 他遇過一些危險的位置 包括突然間爆胎 他人生中都沒有換過幾次胎 你在冰島 你在公路 沒有其他車 萬里無人 是會危險的 第二 就是當你日後駕駛了 差不多一整天的車 你晚上還想駕駛出去拍極光 你鼓勵著有沒有精神 更危險 所以 有些地方是適合自駕遊的 但是冰島 我不是太recommend 所以我自己去 我都是租車找司機 所以 這個東西是重要的 就算 例如我11月 我會帶那個tour 我都是要求司機晚上睡足 可能他晚一點才起床 即是 早上我們晚一點才起床 但晚上可以讓他追上極光 那你才可以確保安全 加上他們會人玩得開心 我覺得這件事重要 好 這個很厲害 這個在黃都 你會見到 竟然是在市中心 市中心是光是多的 但是你都會見到極光 就是因為他的極光當時真的很強 指數強 是沒有暈的 這些是一些必要條件 好了 接著就說說南美洲 就差不多是我們今次的主題 就是剛才由最初Therrick說 幾年前就拿了阿星那本書 出走秘露 如果你們有人找到 剪貼型的封面 告訴我 因為我告訴你 香港已經斷了市 哇 這本很珍貴 真的斷了市 但不知為何一直在我身上 我據說幾乎 我想問 究竟這本書當是你 還是當是你的 你放心 你現在立即有個交修儀式 然後就是 到今天 今天大家會見到這一本 因為這本書是你的 那就是南美雙天夢遊 為什麼會用這個書名呢 我想了很久 第一天空之城和天空之鏡 近乎是所有人 去南美洲都為了兩個地方 Dream Destination 我自己第一次踏足南美洲 就是去秘露 2008年 我也是 是嗎 你有沒有走過我身邊 其實我們是不是 在天空之城左右走 不是 就是向左走向右走 我一一年才去 我都是拿著這本書去 是呀 不好意思 搞錯了年份 你是前輩 怎樣啊 講這兩次 我講是去秘露的前輩 然後到波利維亞 就是更加很多人的Dream Place 那我就想將這個過程 這個行程裡面 一些很漂亮的相片 我真的想用一個 好像想集的感覺 給大家看 因為香港是沒有出過 以這兩個地方為題的書 而也有一班朋友跟我一起去 我覺得是一個很難忘的回憶和印象 那我就用了這個方法 就剛才解釋了雙風面 那跟著 裡面就有很多相片 那我現在可以翻譯一下 那我就選了其中一些相片出來的 那好像這個呢 就是我們入天空之城的時候 那Ceno和Terek都去過 天空之城是位於2400米高 其實不是太高 但是因為旁邊有很多高山 他早上其實近乎 看不到日出的 因為每次早上 都很多龍毛 雲海 飄渺 那我們進去的時候 很多時候 進去的時候 都是下雨的 就好像那樣 大家要搭雨 戴雨衣 雨傘 你們當時也是這樣 是的 但是不要因為這樣氣餒 一定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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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進去後 原來你會有很多驚喜 會是會陽光白白 晚一點出來 上山的時候 就是上上面那個遼望台 守護者之屋 對 很多人在這裏 不是只去 很多人在這裏上 走上去 那這裏上會有少許喘氣的 因為其實你已經在2400米高 以上的了 那你看到可以蒙到的時候 是蒙到這樣的 蒙到蒙太奇 看不到自己 這個就是剛才說的 傳說中的遼望台 你在那個位置 就拍到天空之城 天空之城的名字 為什麼來的 就是因為這樣 蒙叉叉 那個城好像被 雲海去包圍著 浮在那裏 聽說是 宮崎俊先生 去當年去 去 繪畫天空之城 這套 這套劇目的時候 都是參考了 真正這個天空之城 然後這個 開始霧 雲海散開了 那你會看到 原來是這樣 你看到那個遼望台 剛才蒙茶茶的明明 現在就開始現 然後整個城 因為在山坡上面 所以它有很多樓梯級 去做就出來 當中有很多的故事 傳說 傳聞 包括人家人 印加民族是否外星人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沒有文字 我不知道 Taric和Cino 會不會對印加文化 都有點好奇 相當好奇 相當好奇 我很喜歡那些 神秘古文明的東西 所以我第一個 自小就是 很想去秘魯 對 除了天空之城之外 還有很多 Lasker Line 對 那些都是很神秘 很特別的 所以其中一個 他最厲害的是建築 是啊 即我是建築師 是啊 因為Cino是architect 其實看他那些石 是無縫的方法 我想問你能否研究到 那些石 為什麼可以切角到這麼漂亮 石貼石 十二個角 最厲害的 二十多個角都有 是啊 但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覺得他們 在開彩的時候 已經是 開彩的時候 開彩的石 選擇那些 但你沒理由這麼不值 而且是無縫的 無縫的 所以他應該是做過一些 所以我始終相信 有外星人 總之是一些 我們不知道的文明 幫他忙 說一說背景 我真的很相信 印加文化 當時有很多石的建築 去做城牆 去做一些屋子 那些石不是 像我們宵夜吃一樣 一堆堆石 有一些石是很不值 方方形形 甚至乎 梯形 甚至乎 在一塊石裡面 剛才Terry說 有十二個角 你可以切角到十二個角 所以是很奇妙的 很解釋不到 而且石有些是很高大 是的 幾十噸一塊 那怎樣運過去 大家都不知道 是的 所以這個是很有趣 而且我覺得很特別 為什麼我們喜歡歷史呢 不是喜歡他老土 是喜歡他有很多 你估計不到神奇的東西 你解釋不到的東西 還有神秘是因為他沒有文字 他結成紀錄 沒有文字 所以那裡就更加多層的神秘 是的 所以一樣都是靠古 那些法學家 考古學家 都是推斷出來的 是的 現在天津之城裡面的屋子 都是只有 我知道時間的了 那些屋子都沒有屋頂 全部都是只有長生 好 繼續 這個就是 我們都很驚喜 就是會見到 他們當地有很多原住民 包括 包括這隻叫原住民 就是楊陀 那是很漂亮的 Yama 長毛 他跟我同行的朋友 一樣高的 一樣高 他有多高 他在這裡 他在第一行 你自己找他出來 一樣高 那他當時很興奮 看到他 在他旁邊走過 那他又若跡若離 大家又有眼神的接觸 但是 我想他不知道他是男還是女 但是很吸引 可能他穿紅色衣服 是啊 是啊 他真的很近距離 你看到距離 真的大概像 對 像榴槤和阿星 差不多距離而已 大家都不怕大家 笑了 很好笑了 當然笑了 他多想嘴他 這些就是 旅行可遇不可求的時刻 是的 可遇不可求 真的 我們看到一些就拍 就沒有去 買到他去走 他沒有那麼遠 我本書都有一張 我和他 但很明顯 距離是遠了 遠了 這一幅 這一幅相 是畫了一幅很美的畫 在我本書裡面 你們可以找回 它還要是 畫的朋友 是將 楊陀和我朋友 和 牆牆結合在一起的 是 你看看 揭了出來 第幾頁 72頁 你們可以看看 所以這些是 如果你下次去旅行 在座 除了有朋友喜歡拍照 無論是手機 相機之外 如果在座有些朋友喜歡畫 都可以帶畫筆去畫 我這次和我去的朋友 真的有朋友在那裡畫 這幅是回香港才畫的 但我覺得 原來一些回憶 可以用不同的演繹方法 去表達出來的情感 和和其他人分享 等於你們其實沒有和我去這個旅程 我和他們都不是同時間去 但是因為這個過程 相片文字 感覺 說話的分享 令到大家走進去同一個空間 這是很特別的 這個也是我們在天空之城 從一個遼望台 看回頭 我們反過來走 我拍過去的 遼望台那邊 你想想想是同一天 今早明明下雨 霧迷迷 但現在 是出了大太陽 要戴帽子的 而且你這張 算難得 不是那麼多遊客 是呀 被我踢下山 厲害 沒有 沒有做Photoshop 認識我的朋友 就知道 我不是太喜歡後製的 我不會 抹走一些人 馬上去的 但是我去的時候 不是太多人 我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選了雨季去的 其實有些特別的 大家留意一下 如果你想去天空之城 理論上 登山應該是漢季 但是因為我們想去天空之鏡 你要去天空之鏡 你一定要下雨 有些雨 你才會有平面的鏡面 有水 亦因為這樣 你早上下雨 和早上有些雲海武器 就很漂亮 我們就選了這個時間 我曾經試過有朋友 他是十月去的 他就說大太陽很漂亮 不過早上沒有雲海 就見不到天空之城 那個浮沫的感覺 在雲裡面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特別的感覺 經歷 我拍了相片 就可以和大家分享 這個 另外一張 我在遼望台拍過去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先拍的 但是太陽還未出光 你會看到很多雲海武器 也是你本書 看到雙封面 另外一個封面 可以 我會快點 這個就讓你們看到 如果太陽 完全清晰 就現在這個樣子 你看到整個城 屋 石 然後 我想告訴你 後面那個山 整個天空之城 我們叫做Old Mountain 後面那個山 就是Wannabichu 就叫Yan Mountain 就像什麼呢 傳說 像印家人的側面 就是額頭 眼睛 鼻樑 厚 還有下巴 如果你想 對 已經懂得打側看了 其實不用了 你叫你旁邊那個 躺下的臉 給你這樣看 這樣就可以了 你叫他躺下的臉 就可以了 那你就會知道 原來傳說中的印家人 是什麼樣子 這個就是Machu Picchu 所以我覺得很特別 好 我很快看看 這個就是Guzco 在秘魯裡面 就是 又被譽為他們的後花園 都是很漂亮 夜晚 我覺得就像黃金城西 所以在書裡 我也有寫到Guzco Guzco 是所有去旅遊 秘魯的人都會留下 那些人通常不留 利馬利馬 比較危險 知道嗎 因為Guzco 應該是整個 拉丁美洲 最漂亮的殖民地城市 沒錯 當年也是西班牙人 搶劫最多錢的地方 是的 所以也放回最多錢 建很多漂亮的教堂 那時傳說 他們是一雙雙黃金 在印家民族搶回來 所以為什麼印家人 這麼有錢 這麼聰明 到現在第一個迷 還有這個城市 真的很特別 因為它的Foundation 很多屋下面 基本上是以前印家的屋 然後在上面 建回後期的殖民地屋 所以是有幾層的歷史 都可以看到 是的 然後你看這些照片 很有趣 這是Lady Diccaca湖 拍攝的小朋友 因為它是一個高海拔 是三千八百米高的湖泊 淡水湖泊 所以太陽很厲害 你看到小朋友 紫外光很厲害 是的 紫外光很厲害 但當然他們沒有錢 去查太陽油 其實我已經過關了 我要快一點 這裡就是想讓你們 很快看天空之鏡 為什麼給兩張 沒有理由 攝影師給了兩張照片 你看 這兩張照片給你看 曾經有多大雨 但是不多大雨 你就看不到這些 看不到這些 那你可以看一本書 也有這些照片 有水和沒有水的分別是怎樣 有水 有水 和沒有水 沒有人知道哪一年去有水 哪一年去沒有水 那就看你的緣分 但是我就想告訴你 為什麼要有網天打掛 尊重天給你的意思 我也很珍惜每一次見到 這些就是在波利维亞 就是波利維亞 那個炎湖的風景 Terek看定了 下次可以 看到時間了 好 是啊 這個一定是其中一個 一定要專門拍攝 一定要專門拍攝 可以看到時間 可以 這個就是很特別的 這個也是在炎湖 有一個位置 是有很多國家的國旗 不知道為什麼 香港的區旗是中間的 不是我們插的 是真的 不知道什麼時候 開始就有人插了在那裡 天空之鏡漂亮 就漂亮在去的 日出日落 在炎湖整個鏡面是看到的 我們有不同的方式 包括我們用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其實就是 炎湖 就是UYUNI 英文字 我們做了之後 看倒影就是那個字 UYUNI Uni 這些都是teamwork 做出來的 我們的Driver Guide 教我們做出來 都有特別的回憶 在書裡面也會有的 是的 還有這個也很厲害的 這個就是 什麼波功 龜波氣功 龜波氣功 大家留意一下 踢腳下面是有水花的 這些就是食影師的功力 跳的功力也很厲害 這個就是我們早上 凍到媽媽都不認得的時候 我們拍一日出 因為真的很凍的 你不要看我們拍得好像很輕鬆 大家真的想連被子都插上身 真的不要開玩笑 真的冷冰冰寒冷 我們就等到日出 你那時候是 2月 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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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是他們的 其實是他們的夏天 不過早上也是很凍的 是的 然後就是 大家一定會玩這些東西 是不是 這張不夠勁 這張比較勁 這張比較勁 哇 那電飯煲不是我們帶去的 是我們的Driver Guide帶去的 真的很勁 但是他們想到那麼多招 玩那麼多東西是很好玩的 所以這些東西 有些朋友說 不是我香港都玩到 香港你不會一望無際 都是讓你後面沒有背景 不用用PS盞 剷走 其實很難得的 這個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南日雙天夢遊的封面 就是我很喜歡的 一個magic hour 日出前 天開始變淺藍 但是整條銀河是看到的 還有看到南半球的星團 晚上 也是日出前 整個銀河 有興趣拍銀河一些 我們可以之後再研究一下 告訴你們 怎麼拍 其實出了16本書 裡面有遊記 有指南 有用電影感覺寫的寫攝故事 有相冊 到現在就是一個 深度旅遊的寫攝作品 大家有什麼 有什麼評論 給我一點意見 快點買Celia的書 越來越進步 越來越精美 這本書很漂亮 謝謝你 我希望是 我今天出了一個帖 我寫 一本書的價值是多少 是否等於港幣98元 那我很想說 一定不是 就是一本書背後的心力 是你要用經年月 心 就是 心裡面的夢想去實現 然後你要用很多東西去配合 然後每一粒字 每一張照片 選回來 是融合在一本書上面 那 我希望 南美雙天夢遊 不單止是給一些會去南美的朋友 也都是一些朋友 他只要有夢想 不管是不是旅遊 如果你覺得我們在這個概念上 大家是一致的 那我都希望這本書是一個鼓勵 是一個禮物 是給你的禮物 或者給你想去鼓勵的朋友的禮物 那 這本書 你看到是雙封面 剛才我解釋了 那是外面會有得賣 那也都有一些朋友 或者學生之前跟我訂了 那如果完了之後 那我們會 派給大家 就是一些買了的朋友 那另外如果有些新朋友 在外面買了進來 我都會簽名的 那還有呢 其實我今天 就準備了一件事 就是在這裡才會有的 就是 阿星過來 幫我拿 那有兩張Postcard 就是我這個封面 是故意印製的 那如果買書的朋友 我就會送給他 後面真的有一個Postcard 設計來的 你可以寄給你的朋友 或者你想過到去 寄回到香港都可以 是啊 那我都很喜歡 那這個 就只會 如果買書的朋友 拍完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繼續說 繼續說什麼 哈哈 哈哈 但是挺生氣 這就證明 我 所以想問我 我不用有稿了 來到說就可以了 是啊 那我希望這個是一個 不只是我自己的夢想 我亦都希望是一個 可以鼓勵大家一起 去實現 不要放棄夢想的機會 那所以我都寫了 如果今天你買 那我一會兒會 簽名給劉念 還有呢 就會有這個Postcard的禮物 那最後呢 就是有我的Facebook 那如果今天 我們是第一次見面 很感謝你 抽時間來到 那當然我要 要感謝我四位 很特別的嘉賓 謝謝 那在上面呢 就有我的Fans page 和個人的專頁 也有我的Email感 那你們如果喜歡 可以拍下它 那回去可以留意我 以後的講座 其他活動 各樣可以通知大家 那今天很感謝大家 還有很感謝 茂法局的邀請 明天我們會有另一場 就是專門講南美洲的 明天兩點半到四點鐘 那可以開燈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